第一 埃尔敦·球布拉德是作家 教育家 哲学家和神学家 他解释了初心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人获得的新性情是有局限性的 仍然会失误 而且确实会如此 但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事实是 这个人所有能力都通过一种新方法被使用 他的所有行为也有了崇高的新方向 它是一颗流浪的行星 终于在进了新轨道后稳定下来了 现在我认识到在我向上帝降伏的那一刻 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如此 我曾经是一颗流浪的行星 但慈爱附身的慷慨耐心临绵 使我的生命稳定下来 我被带入或者说被引入新的轨道 成为神家中的一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